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是美国海军的一艘新型多用途水面舰 它可以用宙斯盾系统防空 也能用先进炮来暗轰 还有一些反潜能力 并且该舰在隐身设计上十分出众 它被敌人发现的几率低于10% 刷新了过去水面舰艇永远要比潜艇吵闹的印象 并被称为了全世界最安静的水面舰艇 而朱姆沃尔特级作为美国海军现役的主力水面舰艇 不论它的舰体设计、电机动力、网络通信、侦测导航等 都超越了当代多数舰艇 是美国尖端科技的结晶 而且它的出现不仅展示了美国在设计上的前卫 还体现出了美国在科技与财力上的雄厚实力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朱姆沃尔特级的详细性能参数 朱姆沃尔特级的舰长为182.8米 闲宽24.1米 赤水深度8.1米 它的外形极具科幻 表面看上去非常的光滑 跟以前的舰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它的舰面上只有一个单一的全封闭式船楼结构 该结构中的天线都是雷神公司负责 并且该结构用的都是雷达反射性低 并且还不会出现锈时的复合材料 大大降低了被敌方雷达监测到的可能性 不只是船楼 主机的烟囱排烟道尾部直升机库 所有的外在部件大都采用了这种复合材料 在隐身上可谓下足了尽 朱姆沃尔特级的满载排水量为14564吨 这个排水量比美国现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还要大 而它却只不过是一艘驱逐舰 朱姆沃尔特级不同于现役大部分舰艇 它采用革命性的整合式全电力推进系统 在动力上它搭载了两台 劳斯莱斯MT30燃气涡轮机发电机组作为主要动力 而辅助动力则是两台劳斯莱斯4500燃气涡轮发电机组 最高航速为30节 因为本机舰的主要任务是对地攻击 所以在武器装备上 它搭载了20个四连装MK57垂直发射系统模组 和两门AGS155毫米先进炮 来作为对地攻击的主要手段 不过一枚155毫米远程精确打击炮弹 采购价高达每枚80万美元 虽然该炮非常厉害 但这个价格太贵了 MK57垂直发射系统模组 每个模组四个发射管 能装载各型号导弹 海麻雀ESSM短程防空导弹 战术型战斧巡航导弹 ALAM先进对地导弹 垂直发射反潜火箭等等 总共能装载80枚 该系统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实用的 禁防武器上 珠姆沃尔特级有两门30毫米MK46舰炮 由于该舰的主要任务是对地攻击 且不需要担任区域航空用 因此它仅配置短程武器 以共自卫 并拥有两个直升机库 可配备两架近海作战直升机 雷达则采用了双波段雷达系统 这种雷达是美国首创的新概念雷达 有着突出的反隐形能力 它相比于传统雷达的区别 就好比人用两只眼睛看东西 和用一只眼睛看东西 珠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还具备一定的反潜能力 在反潜方面它配备了ANSQQ90整合式水下作战系统 该系统拥有主被动模式能对应不同场景采取不同措施 该系统的作用宛如人的大脑 它可以直接对肢体进行控制 这样能更高效快速地处理突发事故 总的来说 珠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是一个非常全面且先进的驱逐舰 它集合了美国目前所有最尖端的科技 其实说珠姆沃尔特级厉害 不如说它概念先进 比如其大范围采用了隐身化设计 还有整体电力系统 自动补给自动灭火系统 另外全面采用了模块化建造方式 但缺点也是很明显 本来换了相控阵雷达 火力通道也增加了 但是为了给火力支援让位 其抗饱和攻击力反而差了 而用于火力支援的155毫米先进炮 目前弹药还达不到要求 属于有炮无弹 并且价格也不便宜 除了炮弹 它本身的研发成本也极其高昂 在研发时 几次都差点因为资金而取消 而要追溯该舰的研发 则要回到1992年9月 美国海军司令 海军作战部长与海军陆战队司令 共同召开了一个会议 在会上颁布了一个 由海向路的战略转变方针 其中提到 对目标投送武力 控制沿海并且切断通往海洋战略要道 强化海军舰队与陆战队的协同作业 建立海上远征部队 同时还要与陆军和空军联合作战等等 而完成这些计划 则需要一个能满足未来需求的海上武器 1992年10月 美国海军提出了 21世纪驱逐舰研究计划 并将其命名为DD21计划 但研究之初为了节省成本 美国海军打算布装任何感测装置 和指挥管控 还有自卫武器 并且对地攻击所需的目标信息 也要完全交给有军部队提供 最过分的是 该舰还需要寻找其他军舰的掩护才能出海 如果这样搞 那就相当于弄出来一个废物 最后美国海军实在没办法 只能又添加了一些标准导弹武器 攻击方面得到了解决 但作战信息还是只能依靠别的舰艇提供 防护性能同样如此 只能被动挨打 最后设计出来的舰艇 美国海军自己都看不过去 一个驱逐舰 连最基本的侦察和自卫都做不到 怎么来面对未来战争 迫于无奈 只能将这个计划叫停 后来到了1997年的12月 美国国防委员会认为 该计划虽然有缺陷 但如果能加以改进 还是可以重启的 于是便决定再次批准DDR1计划 并要求重新设计该计划的需求细节 由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屋公司负责研发 但参与这次生产的公司有很多 包括著名的雷神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新港纽斯造船厂 美国钢铁公司以及通用公司都有参与 在研制之初就被冠以了 世界最强战舰的称号 不过在建造过程中 却遇到了很多问题 成本超支 进度拖延 预算被砍 而随着该项目的推进 预期的目标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连美国自己也开始摇摆不定 他们也不确定 最后出来究竟会是什么样 不过好在出来以后反响还不错 并且定位也非常清晰 于是美国海军打算大量采购它 原先准备采购32艘 但因为新的实验性科技成本过高 只能将建造数量缩减至7艘 之后为了腾出预算 继续建造新的阿利伯克级2A型 然后又进行了缩减 最终只建造了三艘朱姆沃特级新舰 2000年7月4号 美国总统宣布 首艘DD21正式编号为DDG-1000 并采用在2000年1月20号去世的 小爱尔默朱姆沃尔特上将来命名 2008年10月29号 DDG-1000的2号舰3号舰依次出世 分别命名为迈克尔蒙苏尔号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号 至此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全部完成 虽然朱姆沃尔特级及各种高科技于一身 而且都是新研发的技术 但技术上并不成熟 这也导致该机舰的建造成本不断攀升 一跃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贵的驱逐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 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